不過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訪問了 一位也是蘇太太的身心科醫師 李敏山了 其實她也說了 好像也受到一些心情上的波動 對不對 醫生 對 今天看到消息 來看診的時候有點震驚 醫生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說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會選擇在瘋狂的結婚 我也覺得不只是她 碧書鏡也是這樣子的 突然間傳喜訊 難道真的是因為疫情會讓大家 想要結婚的衝動嗎 應該是說我覺得 其實人在面對危機的時候 都會有想要安定感 結婚其實是給我們 會有一種比較有安定有保障的感覺 所以其實那種可以緩解一下 我們就是對於疫情的一些不確定感 跟一些存在焦慮的問題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結婚之後可能就是你有一個伴侶 可以一直在你旁邊的感覺 那種其實人在遇到一些災難 或是遇到一些像看古墓片 你會想要一群人一起看 就一個人看是會有點孤單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脫單的人會增多嗎 就是特別想要交男朋友 特別想要結婚 有另外一半的關係嗎 應該是我覺得可能 想要脫單的可能也會變多 或是說想要就是一直跟朋友 有一些連線 有些互動的人也會變多 所以可能就會 如果不能出門的話 就會想要在網路上 社交媒體上面跟人家對話 可是好像不只是說 會想讓人家結婚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說 會不會家暴的人也會增多 就像WHO就有說要 家暴防治專線 家暴的人 應該是說我覺得 那種如果是老夫老妻 然後平常可能各自都有工作 那其實平常相處的時間 不會那麼多 然後現在就開始 就是因為可能居家隔離關係 所以就是大家要一直待在一起 你知道這種就是習慣 這些價值觀就會被無限的放大 因為兩個人可能習慣不一樣 價值觀不一樣 比如說廁所要不要掀蓋子 那可能都會不一樣 所以吃他們就很容易會有一些摩擦 那摩擦之後可能就很容易 就有一些爭吵 而且加上這個疫情的狀況 其實因為存在普遍 大家都是一種很焦慮的狀況 然後會有一種恐慌的感覺 所以其實本身的心情 可能就沒那麼穩定的 加上就是看到另外一半 就是越看越不順眼 其實可能就會有一些口角出來 不過我想要請教醫師 現在很多蘇太太 其實都說自己失戀了 那怎麼樣克服這種 相對來說有點落寞的感覺 到底要怎麼克服呢 其實我覺得是要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蘇太太 對 但我覺得就是要給人家祝福 因為他其實也是40幾歲了 然後其實因為為他說開心說 他找到一個伴侶 對 然後而且他也說 他會帶來更好的作品給大家 所以我覺得是 如果你喜歡這個人 就要給他一些祝福 然後希望他幸福 換一個角度想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會比較開心一些 醫生我想問一下 因為今天有個 傳出一個罪線消息 就是菲律賓的總統杜特蒂 在宣佈說只要是不戴口罩出門 就要槍斃 結果還真的有人 就是不戴口罩出門 還去跟警察跟護士吵架 最後那個人真的被槍斃了 為什麼在這種已經法律規定之下 還是有人不想要去遵守 那可能就是要看他的狀況 比如說他可能教育程度 比較沒那麼高 或是他的理解力比較沒那麼好 或是說他天生的 有可能有一些比較 反社會的一些人格 他就是不想要遵守 社會的一些所謂的規則 對 這都有可能 因為像台灣就是 這幾天也發生過 滿多人去搭捷運的時候 他就是不想戴口罩 所以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已經叫他不要戴口罩 他就堅持不要戴口罩 給他了 他也不戴 所以這種就是可能 想要跟反社會情節比較大 還是說因為長期 看這麼多疫情之下 心理上可能有某種的一個挫折 或是有點反社會 然後害怕懼怕的感覺 所以乾脆不待了 那如果家裡身旁有這些人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勸導他 或是關心他 因為其實我覺得 重點是那個叫知識還是很重要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我都已經活這麼久了 那就是這一次疫情 應該不會感染到我 然後會有這種就是純粹 純的一些僥倖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讓他給他們看一些數據 就是說這到底是有多少人已經得病了 那多少人已經致死 致死於多高 其實並不是他想像中 像之前那樣子 大家得了感冒 然後隨便就會好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要跟他們說一些真實的數據 讓他們會有點嚇到的感覺 好 那我們也謝謝醫生了 謝謝 其實還是要告訴大家一些關鍵的數據 再來我們要聊聊的 就是口罩終於可以寄出去了 不論是給乖的留學生也好 或者是需要 你需要的二等星期都可以寄出去 但是其實因為停航的關係 很多地方是收不到的 而且是109個地方 像是在你那邊的就有歐洲 像西班牙 希臘 還有瑞士 丹麥 義大利 這些大家熟悉的地方 其實都是寄不到的 非洲 亞洲的部分 其實部分地區 像是土耳其 以色列 也都是沒有辦法寄過去的 再來是大延州 像是紐西蘭 北濟 大西利 還有索羅門群島 甚至澳洲也都是沒有辦法的 加拿大在美洲 其實也都是無法寄出去的 不過我們要來討論說 其實現在這個口罩寄出去 當然有一定固定的 所謂的申請流程 不過如果要寄這個口罩 出去給你的二等星的話 當中好像真的還有滿多的難關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當時就是說 可以寄口罩給二等星 限量有時候只能寄三十片以內 對 這樣有限制的 然後還有二等七 然後最後大家 我昨天看到才知道說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寄 但是別忘了 現在很多飛機都停航 所以說才去查了一下說 原來有這麼多的地方 其實飛機現在都不飛了 那飛機不飛 你別說你想寄 根本是寄不出去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難關的 所以大家很多留學生 就希望去外交部寫信 就是說那可不可以請政府集中寄一批 寄到當地去 有領事館 領事館拿來分發給留學生 因為我家長 我要買到三十片 我要排幾次隊 我可能要排兩次隊嗎 兩次隊才才十八片 那我要怎麼去寄給我的親戚們使用 所以就是說希望乾脆由外交部 統一寄放一批口罩到領事館 然後從領事館再分批出去 其實這樣好像也是最好 因為之前我看到一個英國人的社團 就是說也是從台灣這邊寄口罩戴過去 大家可能 當然就是藏在裡面 但是就還有發現說整個包裹 大家手上的時候已經被拆過了 當中的口罩其實都是不翼而非 而且一些相關的物資 也是通通都被拿出來 主要我們還是要來看到 包括在台灣 其實大家在持續討論說 台灣的口罩 這個國家隊做起來之後 相關的品質也都還不錯 包括這個不支部工業工會 同業工會也說了 其實當中台灣的這一個 所謂的N95口罩 這個發明者其實竟然是台灣的博士 而且當中的這個技術 其實改善了10億人的健康 這也就是為什麼說 其實我們現在在醫療系統 都會希望說大家把N95口罩 都留給所謂的醫護人員 甚至其實他們說 台灣的工程師蔡炳一博士 其實它算是一個大家忘記的 隱藏的 算是幕後的工程 其實他在研發這個N95 你知道什麼叫 為什麼叫N95嗎 就是可以過濾95%的 對 95%的塵蠻 或是細菌跟病毒 還有花粉這些的 其實這項技術在30年前 就已經成熟了 然後30年前成熟之後 就是蔡炳一他所研發的 其實是中間那一小小層 叫做溶積布 就是一個小小的溶積布 他那個那一塊布研發成功之後 才廣泛的運用到N95 跟醫療用口罩裡面 那其實這個蔡炳一博士 他目前為止都 他雖然已經退休了 但是因為這波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又持續的工作了起來 那也是到處去幫忙 提供一些協助這些的 其實他這方面的提供的贊助 其實大家在想到口罩隊的時候 大家想說大家所有的廠商 機械廠商跟做口罩的廠商 全面都動起來了 甚至布織布的廠商 也說沒關係 我會為國人把住最後的健康 那他所有的布織布 絕對不會外銷到海外 然後全部都就留在台灣來做使用 所以說也因為這些企業 跟這些人士的幫忙協助之下 才造就了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口罩 能夠持續的在製作 甚至已經是全世界 第二大的口罩生產國了 因為在之前其實也一度傳出說 包括什麼相關的物資 其實大陸都想要好幾 高好幾倍的價錢 來買我們台灣的布織布 順便要來問到的是 布織布公會的理事長 陳世忠 陳理事長 要來請教一下他是說 其實現在到底台灣 包括關鍵的一些 這個產量有多少呢 理事長你好 理事長 你好 現在好像台灣的布織布產量 其實都還不錯對不對 而且在國際上算是有品質保證的 是的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台灣 因為很多廠商都跟流台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個布織布產能 人均的產能現在是8公斤 現在國際平均大概只有2公斤 所以我們的布織布產能來講 對我們的現在目前生產的防護衣 或者是口罩來講是有餘裕的 你是想想問一下 聽說你今天的會議是不是滿檔 持續很多的防疫的一些會議都在幫忙 是不是中央這方面 是對於布織布這東西 是蠻著重的是不是 有特別希望能夠 企業界都能夠動起來嗎 是的 因為我們那個 像我們布織布公會裡面 我們有口罩機業者 還有不知不理業者 也有口罩業者 還有防護衣業者 都在我們公會 相關的那個一些廠商 大家都很配合政府防疫工作 所以經常在政府開會 那也很配合政府 因為政府這部分做得很積極 所以能夠讓我們在國際上面 這個防疫的工作 相對來講相當穩定 而且受到國際的肯定 所以我們這方面我們現在原物料是OK的嗎 是的 現在目前我可以保證這個 我們現在原料都相當的穩定 而且價錢 最重要是價錢穩定 不會像大陸那個價錢都是蜂巢這樣 理事長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那個龍噴布織布 到底它的卓越的技術在哪裡 為什麼說可以幫我們防隔絡掉 隔絕掉這麼多的病毒 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纖維的細度 就牽涉到我們過濾病毒的大小 那纖維現在目前融噴布織布 他現在基本上噴出來的纖維細度 大概是在兩個micron 那如果那個纖維 其實病毒他大概只有0.3個micron 0.1到0.3micron 那可是如果他會透過去 我們必須要靠靜電來抓住他 那所以靜電的強弱 還有那個纖維的細度 就會取決於我們過濾過濾過濾的效果 如果效果如果要希望好的話 那靜電要很強 纖維很細 那這項技術目前為止是只有台灣特別的卓越嗎 還是說有沒有其他的國家都在跟我們在洽詢 希望我們把這個技術能夠 比如說know how給他們 讓他們能夠生產更多的口罩 這些不織布的一些方向 其實熔噴不織布來講 他這個發展已經很多年了 那台灣是因為我們國內有留了一些產能在國內 所以這個在這方面 我們是產能是有餘裕的 那同時在加淨電的技術上面 也配合 因為我們國內的廠商 其實在研發上面 包括像房仲所 像國外的那個蔡博士這邊 他們都有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所以我們是配合 所以在國內這一塊也做得還不錯 所以有跟蔡博士聯絡到了嗎 最近 他現在正忙 因為那個美國的政府要求 他希望能夠在口罩的這個 同步的關係 希望能夠做一些研究 謝謝 這個理事長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大阪 謝謝理事長 謝謝 接下來持續鎖地 批台正經話